结论 你明白吧 我们不可以下任何结论 因为任何的结论都有另外的可能性 因为谁知道会发生 有没有一些 我们没有掌握的信息的意外呢 如果说因此的话 我们就不下结论 那我们 那我们因此就不能下结论的话 那我们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结论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下个结论 这个结论我们认为就是交通事故 这个义务是什么 我们调查了 我们去调查了 我们应该告诉大家 我们调查到了什么 我们的表述可能不圆滑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确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不认为它可能是误导吗 你不认为它可能是这一次 一个生命怎么死去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误导吗 我们认为这不是 不是误导 我们认为就是事实就是这样 那当你的调查 人们认为如此缺乏说服力 你只是说我们认为我们认为 那这个事情这个调查会有含义吗 我们认为我们的调查是有说服力的 当然有的人会不相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这是正常的 你能说服自己 对 那你说服不了你调查主的另一个成员 对 我个人认为徐志勇不以公布的名义发布此报告 另外我个人对徐志勇博士的工作态度和调查程序不满意 希望在经过调查中能够去研究调查 小心求证 我希望这种公开的态度 让你决心 对这段话你怎么看 他列的一点 他首先是什么人 我不认识他 之前呢 我确实也 也不是十分的了解 因为他可以拍纪录片 所以当时就正好在现场 我们讨论的时候 他正好在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去 他说可以 那我们就达成个约定 我们说在结论公布之前 以及或者说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 我们大家彼此都不对外发言 我们的对外发言人应该是彭剑律师 这是有一个这么一个承诺 所以大家就去了 他是公盟的一部分吗 他是公民承诺签署者 但是还不算是工作人员 因为你看他下面 我当然也是刚刚出来 我也看这个 比如我听他谈到的这些 我觉得至少有很多是非常具体 和这些细节都是很重要的 比如赵氏司机的身份 是不是系统人员 是不是刚释放的 出事后他老婆为什么失踪 然后他前一段 就是说前一段时间 也没什么异常行为 他还有行驶 从开除的时间 汽车 还有 就是一系列这些我觉得都是说的是具体的事情 那么这些具体的事情实际上也是你们调查应该涵盖的一些内容 对对不对 那么你不觉得有这么大的缺陷的情况下你们的调查是一个不合格的调查吗 我们认为我们的调查有不完善的地方 我们的表述有不够原划的地方 但是我们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 主要的事实我们认为是清楚的了 比如说司机 那么我们去了他们的他的居住地 我们也见了他的老乡 我们也跟一些其他媒体朋友 他们了解的更多 我们也进行了信息的交流 我们基本确认司机是一个本分的一个普通的人 那关于西渡人员是怎么回事 西渡人员这个我们没有得到 我们排除了这种说法 这是警方公布的 我听到了这个说法 我看了警方的一些份这个防护会 警方说他曾经过西渡记录 我不知道警方怎么说的原话 所以我觉得这是属于很重要的证据 我们调查的他不是西渡人员 这是警方说的 我不管他是不是警方说的 我们对事实负责 你说你的调查很大程度是基于警方的线索 不是 我们说警方的线索只是我们参考的一部分 那么至少这个你们没有参考到 我不知道 我没注意警方说了什么 我们是亲自去调查了他 去了解了一些 这是警方给出的一个证据 我们对于警方的结论 也不一定都采信 那么你们怎么选择的 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综合分析来确信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你见到这个钱云辉的家属吗 见到了 见到的是什么情况下 他的儿子 在他家里 他有没有提起过他的父亲曾经说起过自己会有生命危险 没听他讲到这些 有没有问过吗 也没有问 但是我们确信他曾经提起过 这个我们从别的村民那里得到印证 因为他确实时刻是有危险的 这个我们不否认 因为他这么多年一直受到一些迫害 我们认为对他的刑事判决是迫害 那么什么东西制使他和这个警方或者政府有这么大的矛盾 别人对他恨之入骨 甚至希望他死去 那么这个到底是有什么矛盾 主要是真谛引发的一系列的矛盾 真谛他们维护权力遭到打压 那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说法吗 就是说这个死跟真谛有关系吗 目前我们还没有听到政府怎么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你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有没有任何机构或者是个人对你们暗示 希望你们能够迅速能够给出你们几分 没有 完全是在一个 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我能问的就这些 我们能问的就这些 我问的之前问的 我觉得这个很非常 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事可能最后的是没结论的事对我来说 但是我觉得 我 我的判断 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说我能理解大家的愤怒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 这些是大家共识的 但是你要注意他 你到了那个场景 大部分人 都会认可这个结论的 你不信你问那个大量的媒体在那里 我不光是说 比如王小山到了 包括余健中到了 他们只不过是说话更加圆滑一点而已 其实他们都迅速的得出来同样的结论 但是 这个不奇怪 因为 大家是很少有人会愿意承认一个谋杀的 要证明一个谋杀是很难的 不是 我在想 假如真的谋杀 那样一个笨拙的谋杀 他一定会有其他的迹象 或者有其他证据的 而且 如果这个事实真的存在 那村民 他绝对哪能只是传言呢 那肯定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被掩盖呢 不可能 我们就相信他一定不会被掩盖 我们就是去找 我们就挨个去查 包括申请会见前程于本人 但是 即使你这样认为 我觉得给出这个结论 还是 就你的结论至少没说服我 对吧 我也是经常做调查的人 我也是一个对这些事情两面 我都很清楚的人 里里歪歪 对吧 无论是政府怎么样 民众怎么样 这事我也蛮清楚的 但是呢 你的调查几乎没有能说服我的地方 我知道 我也有很多人都是不能被说服的 但是在有限的时间 在有限的条件下 我们做到了我们内心的确信 并把这种确信 和以及他的证据表达出来 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你谈的更多的是信仰问题 也不是事实问题 也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事实问题 当然我们没有把很多论据和推理表达出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缺憾 另外一个缺憾就是我们的表述方式 让大家觉得可能不太好接受 我们的语言表达不够原话 其实我刚才强调了 这一点很重要 让很多人愤怒的可能主要是这一点 但是你不认为 我倒不在乎你怎么表达 因为我觉得你本来是公盟